變 變 它寫過兩次喔 我寫右邊那個 右邊不清楚 人部不清楚 都看左邊的 有時候再參考一下 這個杯確實很多地方都 太模糊了 只要它有重新寫過 寫過兩次的 你一定要拿出來參考 不然很容易亂猜啊 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東西都要有所本 有所依據 除非真的沒有依據 你就可以拆了 撇通常比較低 寫度 撇低 那抬高抬得比較高 字 字寫右邊那個 左邊那個剛才寫過了 前面那個字寫得很輕啊 右邊那個就寫得很方啊 然後這裡是黏過來的喔 折 折的比較重 然後往內縮 這邊比較長 它有勾 有勾就記得要勾 然後裡面的筆畫很飽滿 所以我們現在寫這個字 跟第一次寫的字長得就不一樣 風格也不太一樣 高 高 右邊的印的比較深 所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你看喔 印的比較深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把它寫得比較粗 因為它的墨 它的黑色就特別多 所以常常說 那個字帖明明就 同一個字帖為什麼大家寫出來都不一樣 因為大家在解釋那個黑黑白白白白黑黑黑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自動腦補啊 把它加重一點或是寫輕一點 這都有可能 這都有可能 明...明還寫過好多次啊 可以參考一下 重案... 一邊輕一邊重 前面看起來好像沒黏到 然後後面黏到 這個筆畫有時候會黏 前面有時候黏後面 到沒有所一定的標準 寫的細喔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勾的喔 在古代很多月很多習慣可以勾 如果沒有轉正黃 那筆會慢慢薄掉 這邊也是... 侵蝕得好嚴重喔 不曉得它到底有多長喔 所以我才是加了一點點前面尖尖的 這個無它寫得好三次吧 還有一次草書的無把它變成楷書 這也是蠻厲害的 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這些... 留下來的書記啊 有些東西會讓我們錯愕 不知道它當時在想什麼 因為... 位碑最多了 唐朝的比較不會 唐朝的法度嚴謹 比較不會有那種錯愕的字啊 錯愕的筆法 但是在位碑裡面很正常啊 有些字在嚇得你一跳 這個是挑起來 這是草書的筆法 這裡可以點四點也可以點三點 那如果點三點看起來是點三點 然後它這一點看起來是遮了以後再撇回來 它寫得很寬啊 張黑女的人字旁啊 在我看來每個都寫得很短 很短的原因是因為它習慣把這個竖畫寫短 所以它看起來是偏扁 有些人竖畫會拉很長 不會啊 所以它字其實有點偏扁 有點斜度啊 不是純直線啊 有點斜度啊 旁邊折 下面這個是扁的 下面這個是扁的 下面這一束折 這有沒有連在一起啊 好像有 有的話就折一下 然後這是點喔 點的話拉的 它拉的有點 平啊 一般我們在點的時候會往下點 稍微有點拉平 所以它字就偏扁 你有沒有覺得上面那個 蓋子好大 覺得它線太大 好重 這樣反而變成它的特色 有些字啊 也許 比較不符合我們的習慣 但是它就變成它的一個特色 下面是 這種寫法 有啦有出現過 照理說應該三橫都寫在裡面 但是事實上 在古代的時候 確實會有 有一橫從這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橫寫在這邊 這形形也常出現喔 雖然不能說一直出現 那你其實不小心就會看到這樣的寫法 就說應該是 應該是三橫拉下來 可是在古代 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有這樣寫兩橫啊 這邊多有這樣 這個會耶 這個會出現的 好 上面拼切入鼻 這好像感覺有點扭轉下來 變塑化 變圓勁的效果 然後出到細 折 撇得好硬好直喔 然後這邊抬高 碰到中間 然後交錯 拉開往旁邊鋪開 鋪開記得要往上翹 左邊這裡不要連到樹花喔 這樣會比較好看 固 這固倒是蠻清楚的 比較方切 斜切 平切入鼻 下來 然後這個點很大 然後 吸到粗 折下來 口風好 然後這皮很直很硬 很直很硬 稍微降低 這裡是平切 那這次的鈴倒是壓得比較低啊 重 而且低 馬上切起來 馬上切起來 咦 左邊 左 這個 椅子在書法裡面啊 左邊算一族 右邊算一族 所以左邊會靠得很近 這很正常 那你會覺得說 中間為什麼要離這麼遠 這樣離這麼遠是正常的啦 然後平切 對 中間這裡離遠一點 然後這個點 稍微拉下來 清 清這一次上面的水點好小 倒是下面變大 變重 變得很清楚 上面這個細到粗 細到粗 平切入筆 寫得非常的長 而且斜 斜度很高 上面頂上去 拉尖 頂上去拉尖 然後下面 左邊 左邊短 右邊長 稍微有點寬度 然後車裡面這兩個點 特別胖 這有時候因為殘吊的關係 未必它本來就如此 捷 捷這個水啊不用寫特別大 因為它下面有個 它這個算是上面一組的 它不算 不算是整排的 斜度 這個角度是斜度 斜度夠高 平切入筆 抬高折下來 細細的 輕輕的 點比較重 飽滿 好那中間這裡是要支撐的這個密支布 這個點也是飽滿的 好下面樹花 雖然短 但是有點飽滿 短短的 有點飽滿的樣子 到底有沒有勾 這種叫要勾不勾的 這種情形在背裡面常常出現 因為有時候是壞掉 有時候是本來就這樣 要勾不勾的 平切入筆 左邊伸長 好那這個是稍微 這樹花跟下面的樹花兩個是沒對齊的喔 這一個 一個再左一個再右 是沒對齊的 所以這個字 它是刻意的 歪歪的 但是因為下面有這個布熟 就可以把它扶正了 它這個沒有像那個唐朝楷書一波三折 不太明顯 足 這個四部寫得好重喔 這個點話把它當成橫畫喔 否則很難寫喔 要寫那麼重你要把它當成橫畫 往上翹 這個皮有點短 竖畫也很重有點短 點話也很薄滿 反倒是這裡是輕的 它這裡真的很短喔 它寫過兩次兩次都如此 所以證明不是因為背衣壞掉 而是它本來故意就寫短 為什麼要寫短我就不知道了 兩次都如此 這拉長 拉長有點粗細粗 Unternehmen 然後是和 切平一點短一點 然後這個橫畫斜的方硬 竖畫倒是寫的比較細 撇長 點 短 口 降低 略抬高 折重暗 變輕 收緊 下面 封好 立 畫下去 我還是喜歡把它寫尖尖 尖尖的會有一種 用筆很有精神的感覺 斜切 進來 出到細很快 有時候它收得非常的快 這個藍葉撇不好斜 所以有時候手肘可以稍微動一下 有些時候那筆畫真的沒有你想像中好寫 所以寫到這邊的時候 有時候筆可以稍微動一下 動一下這裡就好轉 筆才不會腳鋒過度啊 不好寫 然後這裡它又翹高了 這是它的招牌動作 點 點一樣 躺平 寫得很大 拉肩 拉肩 抬上去 上面比較頂 點畫 疊 抬上去 平切入筆 好 那這一個是屬於細的長痕 那就細 後面可以稍微拉肩 這個左邊這裡可以長一點 我好像寫得太短了 這個唐朝楷書要寫多啦 常常會影響到寫衛碑的樣子 因為唐朝楷書太端正 衛碑比較不端正 所以 像我們自己在寫的時候 常常若有事無的就把它擺正了 這有時候沒什麼辦法 衛碑還是姿態比較多 這個地方有時候手指頭稍微弄一下 不見得是轉指提醒你 想辦法弄一個 好像一個角度可以寫 然後這裡是細細 尖尖 地下地越粗 然後變尖 上面這個旗筆 我還是比較主張尖尖的地方 有點弧度 尖尖的這種尖尖的入筆 我還是主張保持得多一點 因為衛碑本來就會有很多顆的感覺 雖然這個碑感覺比較不像衛碑 好那這個記得不要太裡面出來外面一點 因為它本來就比較扁 扁的話就等於說橫畫它會留比較長的空間 留的比較長的空間 拉拉拉拉拉拉的很長 然後這個折的時候折的比較用力 可是轉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筆要稍微轉正 那如果轉正的時候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轉這一支筆 手指頭要不要轉 有時候寫起來不順的時候 真的要稍微動一下 如果順的話可以稍微調一下角度就可以 我不一定是要轉或是不轉 有時候我是看當下那個筆試 說真的很不適合寫 我也不想重新再起筆了 那我就會稍微轉一下 正常情況下的角度大概就可以做得到 這裡面有寫過兩個書 這個都是指重心偏下 重心偏下就是上面的橫畫短 下面的橫畫長 重心偏下 這種寫法越古代越多 前面這裡被消失 你看左邊那個 我現在寫右邊的字 可是參考一下左邊 它其實還是有點長度的 只是因為它太細了 所以就被 侵蝕掉了 然後下面這個也一樣 不要把它寫得有點 看不到 事實上它是真的有寫 只是 被蝕死掉 好 因為重心偏低 所以下面這個筆畫 拉得比較長 加粗細 後面變粗 比較長 比較長你就要比上面長 比上面這兩個都長 比較長 這已經平切入筆 記不記得 平切 因為平切以後再轉正下來 然後這個是竖起來的 所以比較細 有沒有突出去呢 看不太出來 有的會突出去 有的不會 要看書寫家的習慣 然後因為比較扁 所以稍微開一點 這個扁 等於上面拉得很寬 折了以後 馬上收得很緊 這叫做很扁 就是這個 往下集中這種 感覺特別明顯 那這一次感覺 約斜的比較靠 靠右邊 我們知道唐差卡 是不是這個橫花會靠左邊 好 再跟我斜切入筆 有時候真的是切不太下去 那是因為筆 有時候比較圓 有時候筆扁掉的時候 筆比較扁掉的時候 就比較好切 扁掉的時候 它這樣子 順著扁的方向 是會比較好切的 也不說刻意做扁 而是它有時候筆就不可能永遠保持堅持圓劍 那不可能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寫那個 方立的東西啊 就可以用扁掉那個角度來寫 那地方 那這個筆畫旁邊有點被侵蝕掉 你自己補齁 有點侵蝕掉了 我還是比較主張說 稍微有一點點粗細 有點粗細會比較好一點 找到筆扁掉了 比較扁的地方來寫 否則像這種壓下去 這個 這麼的寬 很容易那個圓勁的筆 就頓掉了 那就沒辦法做出方立的感覺 所以寫衛背背啊 我是找角度 那像它的勾都很利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那麼一次勾起來的時候 那你只能兩次 因為它的勾確實比較方立 不容易勾起來 那這個還是比較平 再來是要做點粗細 到這下面以後 這裡再勾 那勾啊 長度啊 基本上都稍微一點小差別 那最右邊的這個束畫 是最長的 那右邊這個勾 我都說要勾不勾 看起來好像要勾右 會好像不勾 要勾不勾 所以如果有勾的話 最好三個勾都不太一樣 稍微往上翹 一樣點的話 這個能寬就方就方 能方就方 讓它看起來有刀切的感覺 雖然它有點糊掉 但是多少要殘存的未必那種方立 方立的感覺 不要因為看到那個碑 踏夾霧七媽黑 就要寫的糊糊的 還是要把筆法交代清楚 你要寫得多方多立 還是交代清楚 方立 因為我剛才分兩段是因為這裡要做監力點 所以刻意的稍微做一下再上去 10 10 我旁邊放一個例子 不過後來發現這兩個 它的寫法還不太一樣 這個10 感覺比較像行梳 什麼叫行梳呢 就是它這樣抬起來以後 折下去 往內縮 再拉這樣 所以它感覺比較像行梳 然後再頂上去 下來以後 繞上去 手指頭可以稍微動一下 手指頭動一下會比較好行 然後那呢 從這邊鋪開 微微的弧度 翹得很高的 那 竹 它寫過兩個竹 左邊的竹寫得比較大 右邊的竹寫得比較細 所以還是有點粗細的差別 通常書寫家相同的字都會稍微有點改變 盡量不要寫得像電腦 電腦就是反正每次都一樣叫電腦 它這個茄兩次都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裡每兩次都勾 不只勾而且都下面都很短 都短短的這樣 都不連起來 所以代表它是故意的 因為連續兩次不可能 不可能不小心 是故意的 那你說這樣有沒有很好看 嗯...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這樣寫 舉 舉 舉的書法寫得 越寫越重 越寫越重 折下來 然後下來細到粗細粗 那這個橫劃三個橫劃緊密 如果不緊密 等一下你就發現擠不進去了 就會鬆掉 好 那這一次喔 左邊到右邊那個斜度弧度超級大 這個弧度很大 那這個皮也特別的長 我所謂特別長就是跟唐楷比 因為唐草在寫這兩個點的時候 比較不會寫這麼長 那這裡又有點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行書啊 這裡面的鐘啊 每次寫的都比較扁 主要是束畫都沒有深長 折 往內縮 橫劃深長 有弧度 壓下來 好 束畫平切入鼻 轉正 鼻會比較直 然後下面呢 下面就短短的趕快收斂 主要是在這邊習慣下面 短短的 然後左邊比較寬 右邊比較窄 這個尖啊就很明顯 要把它寫得很扁 跟一般 我們認識那個尖字不太一樣 我倒覺得它這裡少少了一個筆畫 所以它這裡寫得很靠近 創作的時候我就會稍微改一下 創作我就會加上那點把距離拉開 但是在靈鐵的時候我大概不會改 因為靈鐵沒什麼好改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判斷錯誤就很難看 所以原則上在靈鐵的時候 就是照著字鐵 創作的時候就照著你自己覺得 好像應該這樣比較對 一般人比較不會誤會 這裡就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前面有點侵蝕掉 因為看起來不合理 因為看起來前面有點淡淡的 所以我還是刻意稍微加了一點點 有時候我們在解釋一個字鐵的時候 會加入自己左官的意見 你們覺得這次太扁了 這樣旁邊有些淡淡的痕跡要把它寫出來 淡淡的痕跡是踏的時候比較淺 並不是沒有筆劃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起來 在解釋過程中 有人就把它解釋成不見 有人就習慣把它解釋出來 這裡有沒有點 這裡沒有 可是旁邊有喔 你看它其實這一次有 所以我看不出來這裡到底原始有沒有點 那如果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就會加上點 但是這靈鐵因為真的看不太出來 有點的感覺我就算了 所以靈鐵跟創作真的是 想法上會有點改變 靈鐵就是讓它永遠都跟字鐵一樣 創作呢 創作跟自己想了一樣就好了 創作你最大 我們看 左邊的寫的比較大 右邊的寫的比較輕 因為殘料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好左邊的可以寫右邊的 我現在寫的是要寫右邊那個字 所以我稍微適當的給它加出了 免得讓人家覺得都很奇怪 那你說老師這裡不夠堅長怎麼辦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刀子 所以沒辦法寫出像那個刀刻的痕跡 盡量 如果做不到就盡量 有時候真的是盡量 刀跟筆還是有差別 粗到細 那如果說你要追求刀意 有時候就會稍微有點刻意 但最好不要刻意過頭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它做成那個樣子很 比較像 可是像的話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不自然 好這均看起來反正這一次中間比較重 然後下來到下面的時候又開始變細 但是不是變尖 有點斜斜的尖 心 扁 扁都是斜斜扁扁大大的 有時候真的寫不出刀意啊 我只能說在前面的筆尖 稍微露多一點 但露的話也是 每一次露有點不太一樣 每次寫不一樣的感覺 會比較像自然形成的 就像刀子刻 每次刻都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在寫的時候 有時候也故意把那漆筆啊 每個地方用的有點不一樣 那是可以的 這個地方 這裡方立 我發現這裡可以 筆可以勾巧就勾 勾不巧就做兩次 這裡有點殘損喔 殘損的話 你就想像說它這裡有方刻出來一個筆畫 有時候真的是要小向力 左邊比較長 然後斜的比較硬 挺 硬 挺 挺 照理說它應該會有拉尖 開始上面頓頓的 算了 自己創作的時候再去改 這其實都有點側 有點側它才會形成說 在這裡斜角是斜這個角度 這有點側 這好像我把它稍微拉尖 頓頓的 太 上面平切入筆 平切入筆以後 下海你會發現這 拉得非常的開啊 感覺好像一個人要劈腿 而且很 不只開 下面特別大 這點啊 因為中弓收緊的關係 所以它會點的比較上面一點 這像中弓收緊 你不要點下面 點下面就掉下來了 手 我們寫右邊的那個手 這個很難很難寫得出來 因為它這個刀意啊 如果你真的寫不出來 要做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先弄一下 然後再走 因為你如果直接轉折 就頓掉 筆會頓 那這個手 他們習慣手會比這個 有時候會比它長一點點 不一定 它看起來說 它寫得真的很長 它並沒有想要縮在裡面 這種寫法常出現 這個手字經常會很這麼寫 因為我們寫多了 會覺得 這個東西沒什麼特別 因為別人也都這樣 勾得太小了 再一次 點 有點想要菱形的感覺 腹 看起來它好像沒有要寫成尖的 寫得這樣鈍鈍的 頓頓的 並沒有想要撇出去 這個飽滿而遠近 這非常飽滿胖胖的 然後往旁邊走 記得稍微翹起來 那個鈍也稍微往旁邊走 微微的翹起來 它的鈍就是最翹的 在楷書裡面應該算最翹的 水的點好小 慢慢的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哇 然後這上寬下窄 上面寬 下面窄 這是點喔 它不是一橫喔 這裡寫成點倒是很正常 很多人會這樣寫 然後這個撇撇就比較長 這個撇比較短 然後敏呢 敏稍微靠一下右邊喔 並不在正中間 這邊也是這裡最重 要重到輕 這個是可以連上去 左邊會稍微略帶伸長 它顯得很細 右邊呢 右邊 短一點 感覺左邊可以再長一點 有沒有發現它的點其實都還蠻大的 躺平寫得蠻大的 這橫畫寫得好細 你想做出那個效果可以做一下再走 這樣就會覺得很切 一氣呵成的時候就不見得那麼切 所以我才想說 寫那個衛碑啊 有時候有點刻意啊 刻意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刀意嘛 刀意不是筆意 筆意就簡單了 刀意就有刀刻的痕跡 折 那往旁邊敲 刀意 我還寫得好扁啊 越寫越扁 這個字體的特色就是偏扁 所以我發現我寫久了以後 怎麼字越寫越扁 它本來沒那麼扁 我都越寫越扁 因為心中是講 告訴自己說 寫扁寫扁 那寫歐陽巡的時候 就要告訴自己寫長寫長 把字寫得高 一點 這個字我就寫扁寫扁 淺意識一直在催眠 就到最後我發現 怎麼寫這麼扁 好啦 這我時候叫做什麼 腳網過正 腳網過正 怎麼寫那麼扁 我就覺得寫得越寫越扁 筋這個點啊 好大 遇到這個很大 從下往上比較好寫 變成這樣挑上去 這樣比較好寫 從下面寫上來不好寫 那這個 師父唯一的方法呢 也不是 方法很多 你自己找出你適合的方法 有時候我們寫久會覺得 好像這樣比較好寫 楷書因為有筆順啊 所以我們都會照著 常見的筆順來寫 如果傳曆書感覺沒什麼筆順 我們就會以方便的筆順來寫 所以方便筆順就是有時候 你會覺得怪怪怎麼有人這樣寫字 可是這樣寫真的很順 那這裡是有點側封啊 你側一下 變成好像有點斜斜的 這個字他寫很多次啊 每次都有點不太一樣 我一直覺得 位碑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不曉得是因為 科工的關係還是寫的故意的 可是從歷史上那些 舊的科碑來看 都是科工亂科啊 因為那個時代的寫字啊 都沒有留下那個 作者的名字 表示作者不重要 你看那些沒有科的碑啊 常常會發現說奇怪 那沒有科的碑上面那個字啊 用朱末寫的 或是真的末寫的 都看起來都有點醜 那科起來怎麼會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是因為科工根本就沒在看那個字 他只知道說我這裡要科一個字 這個字叫什麼字 就給他科上去 所以這時候就牽涉到科工的美感 所以有時候位碑寫的好 不是那個字寫的好 是那個科工的美感 異於常人 所以刻起來效果特別好看 所以刻起來效果特別好看 這個字 電腦字裡面找不到 這個 他的途徑才有點啊 點不點沒關係喔 他也有沒有點過 像那個城市的城他也寫過 但是那是城市的時候 他就沒點耶 所以點不點都可以啊 點是他的特色 不點也不能說他錯 因為究竟他有時候也是沒點 左低又高 左邊是低的 右邊是高的 這個令還是寫的有點像行書啊 鎖 鎖是個錯字 不過靈鐵就照著靈了 創作的時候你自己思考一下 要不要照他 他 他這邊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筆畫 這個是沒有的 位背的錯字真的是很多 所以我們在學的時候還是 取其精神 可能外形上你就考慮一下 除非那個錯法是所有的位背都這麼錯 那就沒關係 那就不叫錯 因為大家都這樣寫 怎麼可能算錯 那個時代 但有些字就是只有那個背這樣寫 那個錯的機會就比較高 那這次我的勾還不太順 所以我就分兩次吧 這位我是覺得寫的好扁 點還是照點 他點都寫的還蠻大的 那這個 寫的很長 其實 這個右邊又有個位置 就不用寫那麼長 這裏已經侵蝕到消失 它的顏字旁在裏面出現很多次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別人的 這個位我是覺得真的太扁 這都很輕對不對 重點在這個地方都很重 到輕 輕 很輕 然後又很重 這個輕重是可以做啦 只是 整體來看這個 位置啊 實在太扁了 太扁 就是我們自己跟其他字來比 我覺得它是 變的 所以這有點變成它的風格 這個草字頭看不懂 看旁邊那個漢字 其實 有時候寫法這八九不離十 因為有時候它模糊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 啊模糊 就是模模糊糊 這樣沒有意義啊 你要去 腦補 然後補說 它可能怎麼寫是對的 這一筆就寫得比較硬 這一定有穿出去喔 它有時候是不是 殘掉也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寫的時候 真的會 會想辦法把它弄得比較正常 那有時候就做過頭了 也有可能 說不定它本來真的就這麼寫 這個 蓋感覺被牽拾掉了 不過它這裡應該一樣是切 然後彈上去 這應該比較合理 然後這裡應該平切入冰 然後再下來 這樣比較合理 就是說我們寫了這麼多的話 會覺得好像應該這樣合理 雖然它已經消失了 那這個地方 不知道是因為崩死還是故意的 寫得好重 好 那蓋的話上面是比較窄的 下面一抿的話寫得比較寬 比較寬 寬是因為這地方折的關係 裡面它這裡有點形塑的味道 敲起來 再撇一下 這有點形塑的味道 一般都寫兩束 那這個寫得有點形塑 左邊略長 開始往下壓 變尖 木寫過兩次 香 香寫過兩次 前面這個木啊 一樣平切入筆 撇著短短的 點點的胖胖的 那這個壓在這下面寫得重重的 抬高加粗 斜度拉下來 拉過來以後下面拉尖 準備有點勾又不太勾 那這飽滿的 短短的 飽滿的 下面是沒有黏住 左右兩邊都不黏住 左邊右邊都不黏住 灰 灰的日有點歪歪的有沒有發現 這個像 像 這右下角做粗細 然後向內 它不是寫成直的 有點東倒西歪的 這個地方寫得感覺像一個撇 對 這種重重重姿態在那個 衛背裡面還蠻多的 感覺有點平 清到已經快看不見了 這邊重重到很渾厚 那這種粗細也是可以做的 當然你可以把它細的地方再加粗一點 因為它在 踏的時候會有點被侵蝕掉 有時候我們要考慮這種情況 會稍微自己把它加重一點點 這裡都是有點這樣側側的 融啊 兩個版本 右邊的版本比較清楚 尤其下面那個木製啊 在這裡的話就會覺得 二學生的版本不夠好 版本就是左邊的 右邊的比較清楚 平切入筆 就是在取樣的時候那個濃度不夠 好 這右邊比較高 平切入筆 好 注意那個木齁 下面那個木是伸出去的 比它上面這些 筆畫來講 它是伸的 往下走 稍微往下走 就是下面這個比較是深長的 這種寫法在古代出現次數很多 並不覺得奇怪 有時候看不太出來 它到底要不要勾 想勾多到 有時候是殘掉了 有些是真的本來就那麼寫 大家看看 有時候 你這個 超級性化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